誒,好駕咧這輛,你駕這輛車,你不會想到去拉它? 它就是很濕滑的,如果你是說拉它, 濕滑? 就很順啊,這樣再開一把 你濕滑咧,我也是洗髮水,是不是? 哇!誰講它濕滑? 它很嚇好不好? BOOM! What's up! YouTube 歡迎來到KOKY講,Yeah man! 我們的車的品牌越介紹是越多啊,今天呢 登到我們第一次秋仙的冰利 Bling Bling 其實本來是要拍冰利GT啦,但是賣出去了 客人交錢了,所以就拍不到 我們今天來拍另外一台 冰利飛驰 冰利,這個英國的品牌 被譽為汽車工業的藝術品 這真的是藝術品啊,當我去了解冰利的整個製造過程之後 越了解,我越真的覺得它是一台藝術品 但是先來介紹這台飛驰 6000cc,排氣浪6000 V12發動機,雙渦輪增壓 一年在馬來西亞入稅 需要15萬以上 單單入稅啊 這一台大概是需要賣 不到60萬 2015年的車 它有分兩個等級 一個是4000cc V8 一個是6000cc V12 4000cc比6000cc好賣 冰利大部分的車呢 它都是一大片一大片做的 所以冰利的車有一個外號 江湖人稱 最安靜的車 風罩最低的車 因為它都是一體成型來做的 另外,雖然冰利是大眾集團 冰利大部分的零件都是自己獨立生產的 可是大眾集團 像 Lamborghini Aldi 或者Porsure 它們是互相通 不一樣 所以你常會看到同一個駕駛盤 在 寶石街看到 在Aldi看到 我一個朋友去參觀冰利在英國的工廠 他一進到他們的車間 他給他第一個感受是什麼 這裡好像是在駕駛場 因為在裡面 有幾千種 我覺得他跟我講幾千種有點誇張 幾百種一定有 幾百種不同國家 不同地區的木材 和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我們常看到很多車 講說他們用了什麼木材 有些只是用木片貼上去 但是 冰利是真的用很多木材 等下我們到裡面看它的interior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它真的用了很多木材 冰利這台車 它開啟呢 是這裡有一個按鈕 它打開前蓋的方式 一般上我們不是有東西要勾 它不是它是這樣子 按一下就上來了 非常漂亮的引擎蓋 6公升的排氣量 Twin Turbo Vanley 還和Mobile有合作 這台冰利飛池使用的是一個 21吋的輪胎 真的很大 大輪胎的好處是什麼 首先輪胎越大 你在走直線的時候 其實是越穩定的 當然輪胎小呢 反而在過彎上面會有比較靈活 所以 這台車明顯就是 豪華給老闆做的 所以 合理 但是21吋的輪胎 以後有機會我們再教大家怎麼來看這個輪胎 反正你就看這個輪胎這裡有寫 ZR ZR21 就是21吋了 其實它這裡很多數字都是有意思的 以後我們會單獨做一集節目來和大家講輪胎啦 哇這個亮到鋼琴烤漆亮到看得到我 厲害哦 我這裡旁邊有一個W12 然後它的這個鏡子呢 這個前面是可以看到後面是直接用黑鏡啦 真的是很亮哦 它整個都是亮的 我們進去看一下 除了Banley自己的一個Niam的這個喇叭以外 這個椅子呢就夠高級啦 後座啊 這樣子調 都有 前後調 大家可以看到嗎 OK 它是往上 往下 往前 往後 躺下去 全部都可以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應該是10吋 還是12吋的電視機 還一個化妝 哇塞 它們真的很貼心耶 它這樣就是可以直接看電影了 就你的USB HDMI SD卡 還有CD光盤 你就可以直接在這邊看了 哇哦 高級車就是不一樣 哇 打開這裡 一個Banley的LOGO 支杯架 這裡要和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啊 就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皮革嘛 這些皮革 這些皮革 全部都是皮革嘛 對不對 全部都是皮革 包括上面也是皮革 全部皮革當然對不對 大家看清楚啊 為什麼要來談這個皮革呢 根據一個不能透露的朋友 消息指出啊 一台秉立 它大概會用10到17張 牛皮 來做這些皮革 這個不知道是多少招 因為就是跟不同的車相關 然後會有不同的大小 但是 這些皮革啊 這些牛皮啊 做完之後 一定有在邊邊角角的參與量嘛 上次我就有一個朋友 然後去到他們的車廠 就剛講說 那個一堆木材啊 感覺很像駕駛廠那個朋友 他就問說 能不能把這些邊角料購買 結果兵力就跟他講說 Sorry 不可以 因為這些呢 都被 一家 非常有名的奢侈店 奢侈品牌店 不能講是哪一台啦 就是反正奢侈品嘛 買走了 買去做他們包包啊 包包都是有手扶的 那個手提的那個地方嘛 來去做他們那些的皮革 你不要小看這些東西啊 這可能就是那些奢侈品的 我真的覺得兵力用材料啊 真的很值得 50幾萬真的很便宜 如果是這樣子的手工藝品 前面這個就跟後面是一樣啦 非常優雅的一個時鐘 連這個擋桿都是非常漂亮 這個是放墨鏡的啊 忍不住要試駕了 我們去試駕看看 好 我們回來了 又是阿豪哥 豪弟豪弟 豪弟豪弟 好 我們來好好介紹一下這台車 由於阿豪哥以前賣過一台 賣過一台 這個叫什麼? Fly什麼? Flying Spurs Flying Spurs 叫飛馳嘛 兵力飛馳 對兵力飛馳 來 讓豪哥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輛車的話 其實很多人會覺得 買這輛車勒 都是通常黨的司機在啊 之類的 就是 如果是自己駕的話 就可能是被人誤當為司機啦 不過坦白說這輛車呢 你看這個豪華的內飾 你再看這個視野啊 其實自己駕是一個蠻不錯的選擇 舒服勒 我剛駕過來 來 我們來講一下這些木頭啊 什麼胡桃木啊 這些什麼木啊 胡桃木 物品木啦 胡桃木 然後這些 這些木啊 全部 都是兵力工廠自己買過來的 對 如果你看到有木紋的那種木啊 它們全部是來自同一棵樹的 所以它們的木紋的design呢 它們的那個紋路是一樣的 是 它們是有那個真反面的 對對對 而且它們如果說你這一片壞了的話 它們那邊還有收收多一份 對 我這個的 誒 你 你知道嗎 我知道 可是就要等咯 它們都有backup給你的 它們有backup的 是 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吐起來什麼意思 這個就是它的這個 它的風的開關 啊 如果把它按進去呢 它就是不會再觸風了 可是右邊這個風就變很大 就變很大 然後是兩個都關 然後這邊就很大 哈哈哈哈 什麼鬼 要拉出來的 對 哇 這個很復古誒 真說是 它是拉出來的誒 對 它是 它是 它是同款 這個就是一個蠻知名的這個手錶品牌 叫做 嗯 它其實是兵力會御用的手錶品牌 這個手錶外面一台一支啊 都是幾十千起掉 對對對 這台車如果沒有記錯在英國是 十五萬英鎊 應該是十五萬英鎊 然後換算成馬幣大概是 八九十萬 然後新車在馬來西亞差不多要賣 兩百萬 也就想說你知道它的稅啊 馬來西亞的稅啊 是多麼誇張 就是稅是原本進來車價的一半以上 哇 馬來西亞這個進口稅很過分哦 而且還有6000cc抽的 馬來西亞的汽車的進口稅啊 有一個部分是和那個排氣量有關係 我們之後會做一集節目 和大家好好講一下 就是馬來西亞的三重 汽車的三重 稅到底是哪三重 然後像這個呢也是皮革 它這個全部都是皮革耶 然後這個葡萄木 很爽耶 整輛車很爽哦 它會有一種很復古的感覺 是我們剛剛其實在想 包括後面這個刺繡 雖然這個刺繡勒 是機器刺繡的 可是 真的覺得很高級 超級高級 他們之前說就是把這個裝上去 就裝逼嗎 裝逼啊 然後這個還有 當然就是它的天窗 哇塞 馬來西亞的天空 讓我用馬來西亞的天空 來說想你 你知道這裡是這樣子 這個就可能開一半 是 就是三分之一 它是多少都有比例的 還有這個就是 我們都冷熱椅啊 就是冬天的國家的 對啦 開一開冷風給Cocky看下先 Fu到了 有沒有Fu到了 有 有沒有Fu到了 我的那個腰就是 哎呦 對 哇很爽耶 然後這個後面還有一個 私密的那個窗簾的這個 開關 哦這樣後面 後面那個遮陽簾現在已經開了的 現在就開了 哦這個那個什麼也有很多車 靠花車很多都有 對對對 它連這個啊 這個就是照鏡子那一片啊 它裡面都是用皮來包的 是 它沒有在通工剪掉的 沒有在通工剪掉的 藝術品來的 對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裡面 哦這裡也是耶 對對對 哇老耶 這台車到底是賣多少錢 這輛車我們現在賣著大概也是 50幾萬那邊 50幾萬買這些 你知道你是在買 我不可以講這個品牌 就是奢侈品牌的皮耶 嗯 你知道它一個back 它就是賣 十幾萬的那一種耶 嗯 它的那個把手 哎呦 不會不會講 不會講我就 這個是秘密來的 知道了 你們可以自己去google就知道了 兵力奢侈品牌 啊 你們剩下的你們就知道了 我不能講出來 哎好駕耶這輛 你駕這輛車 你就不會想要去lap它 它就是很濕滑的 如果你是說lap它 濕滑 就很順啊 哦哦哦哦 你在開玩 誰講它屎滑 它很鴻好不好 可是它車身會十分重 它很重 它很重 哇不可以不可以 這個有點接近SUV的過彎 那一種感覺 是有接近SUV 因為它車身會很重 所以可能過彎的話就 你用速度的話就會 會控制不了 是危險 危險 這個還是不能隨便玩 這個還是直路舒服 可是哇 他剛講說還要駕 然後我坐旁邊我有必要 還好我沒有跟他駕 還好我有自己駕 這個這輛車有點 哇 他視野很好 我現在發現 很遼闊 他的鏡子很高耶 你有沒有發現 他鏡子很高耶 蛤 豪哥你可以講話的 可以可以 就是 他的視野啊 我們往前看 他視野很好耶 一整片 一整片 沒有偷工減料的 而且他A柱不大耶 很值得耶 這輛車啊 我講真的 就是你自己開 他都很舒服 對啊 蠻多人買來自己開的 坦白說 是 我來和大家分享一個事情 丁利在19XX年 就所謂的20世紀 拿過4次 利曼20小时冠軍 然後在21世紀啊 也就是過去的20年 拿過一次 所以他在整個引擎的調配 他的操控性來講 不會太差 跟 Rosser的設計邏輯是不一樣的 嗯 所以 兵力是好開的 兵力是非常好開啊 他跟Rosser不一樣 Rosser不是藝術品耶 Rosser是 可是Banley給我的感覺是藝術品 他所有東西都是用 藝術品的角度去製造 剛剛你有說那個售價的是嗎 啊五十幾萬啊 我們剛剛講 五十幾萬 真的很值得耶 五十幾萬 其實這五十幾萬 你買一個當年上路需要可能接近一個 最便宜一百五十萬啊 算了 一百五十萬的這種汽車 嗯 你就是過了一個六年的時間 滋潘 哇這個比那一台更過分 我們是駕飽時捷911系列的991 就是買的時候是九十萬 後來賣五十幾萬 半價六年 這個六年的後是三分之一 這台新車應該不會到兩百萬呢 沒有到這樣子 不到兩百啦 不到兩百 就是可能就是150那邊 150 我們就做一個 然後現在是50 三分之一 我会喜欢这一台车 以后有钱可以买 新的就可以了 不可以 诶可是4000cc的是比较便宜啊 4000cc的价钱会更贵 4000cc更贵 就是同样年份的话 它的新车价会更便宜 不过它的二手价会更贵 哦 因为4000cc的那一款叻 入税便宜 是至少便宜一半 诶4000cc的入税 是6000多还是8000 不到8000 嗯 那今天我们的影片到这一位置了 呃 喜欢这个影片 啊对啊不要买车记得找啊 好 Bring 然后也感谢Deluxe Auto World 今天借我们这台车 Bring他们的Facebook Bring 他们的Instagram Bring 那在YouTube看到的话 记得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 大家可以看到 一定要订阅啊各位 一定要订阅 在Facebook看到的话 帮我们分享 就去华人新年要到了 我们早一天 我们下次会拍 488给大家看 诶458 Fari 458 因为我们答应过观众 过年 拍红色的车 好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布局